國軍女炮兵聽口令做動作 展現精實訓練 警馬最前線野戰部隊 也有女性官兵扛起重任 就連戰機換向兩千 F16戰機也有女性飛官 隨著兵役恢復一年制 民進黨立委范芸順勢提議 修兵役法讓女生也能當兵 沒有關係 因為男生女生要公平 如果國家就真的有需要的話 那應該是會同意的 就是使用兵器把或是槍枝 不要吵到我 當兵很辛苦 不能接受 我不會想要當兵 女生就是會生小孩會有月經 那可能就比較不適合去當兵 聽到女生要當兵 第一反應直接閃躲 但立委強調學習相關軍事技能 可以保護自己和家人 民眾的意願瞬間不一樣 之後勤累的話 至少還可以有一些貢獻包張 如果是自保的話就可以接受 OK啊 國際情勢改變 中共持續對臺施壓 全民防衛精神跟著抬頭 臺灣女力挺國防 立法院也不只一個人這樣想 除了前線上戰場之外 其實在後勤的部隊 也是非常重要 比如說緊急的救護 會贊成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要學習 如何來使用這些簡單女性的體型 可以使用的軍事武器 為什麼在兵役制度的部分 完全排除女性 那希望女性也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平等的不分性別 守護國家的機會 一年兵役新智上路 范雲此刻提出女生要當兵 促進各界討論 畢竟強化後備戰力 守衛家園 人人有責 三月時間 偏好踩上台北什麼的